的最大火轮 昨天下午 中国争霸大学学生逝世案 在北京一中原进行一审宣判 23岁的傅成立 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缓击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知情人士介绍说 接受宣判时 傅成立一直表情平静 近日 台湾一男子在服用抗甲硫药物几天后 却检验出具有抗药性的病毒 这类自体变异的案例 让台湾成为全球第十个 发现抗药性新流感病毒株的地区 近日 湖南淮化 红江市森林公安和高速公路交警 紧易配合 在绍淮高速公路上 柴获一起国家保护动物非法运输案 成功解救出包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小鳞猫乌雕在内的一批野生动物 并全部放生野外 回归自然 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福什伯 20号在格鲁吉亚首都蒂比利斯曾表示 美国没有在非北约成员国 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 也不打算同非北约成员国 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本月14号在访问俄罗斯时曾表示 美国政府在如何重新部署 反导系统问题上 还未做出最终决定 截二级斯坦总理丘吉诺夫 20号向总统巴基耶夫 递交了政府集体辞职的辞呈 巴基耶夫随后签署了解散 现政府的法令 丘吉诺夫提出 政府集体辞职的主要原因是 为支持总统巴基耶夫 对国家管理体系进行大幅改革 其中包括改组政府机构 据了解 在本轮改革进程中 大约40%的政府官员将被精简 法国20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 大规模接种 假型H1N1流感疫苗 法国卫生部为此 在全国设立了 一千多个接种点 按政府规定的接种优先级别 医务人员 尤其是儿科医务人员 成为最先接种疫苗的人群 此次接种是非强制性的 在瑞士被扣押三周的大导演 罗曼·波兰斯基 在苏黎市一家医院接受身体检查后 20号返回位于瑞士东北部的一所监狱 当天 瑞士联邦刑事法院以波兰斯基 有可能逃逸为由 拒绝了他保释的行求 认定他必须留在瑞士监狱 等待被引渡回美国受人 今年76岁的波兰斯基 被指控1977年 曾弥坚一位年仅13岁的未成年少女 于今年9月26号 在苏黎市机场被捕 纪录片到此为止的导演 肯尼·奥尔特加 20号透露 流行高王迈克尔·杰克逊 生前为伦敦演唱会彩排时 非常的卖力 奥尔特加说 杰克逊将他的50场伦敦演唱会 视为告别演出 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 他看上去非常的兴奋 似乎开足了马力 所有人都相信 他将献给歌迷一台 相当精彩的演唱会 奥尔特加透露 杰克逊从表示 他只想趁还不算太老的时候 为他热爱的视野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据报道 到此为止 将于10月28号 在全球多个城市同步上映 影片将放映两周